歡迎收看Price Weekly 我們一齊看看過去這星期有什麼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不想錯過你的新片 就快點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不想每次出街拍照都要用自拍棍 或者叫人幫手的話 Snapchat最近推出的航拍機就可能挺適合你 這部叫做Pixi的小型航拍機細細部 預設了四種模式 一樣會像其他航拍機一樣 飛去你面前幫你拍照 又或者是跟著你飛 錄下你和朋友的生活點滴 它的操作相當簡單 無論是起飛還是降落 只要心隻手出來 它就懂得自動飛出去或者飛回來 全程都不需要用到遙控器 拍完之後 Pixi也懂得傳照到Snapchat Memories 你就可以加一些Filter Effect 或者音樂才再Share出去 售價方面大概是$1800 而電池和充電器就要另外再買 分別是$156和$392 但暫時都未知何時在香港推出 沙灘開又是時候要去Chill 不少人都喜歡戴喇叭去播歌 Marshall 最近發佈了兩款便攜式藍牙喇叭 分別是Emberlin 2和Wiland 兩部機都加入Stat Mode 意思即是Connect後可以同步播歌 而且兩款都支援IP67防水防塵 規格方面 Emberlin 2沿用兩組2吋Support單元 而續航力由20小時延長到30小時 售價$1499 而Wiland 再細部 即只有手掌大隻 它就配備一組2吋全域單元 機身背面有一條杖筋繩 可以掛在袋方便帶出街 售價$999 近年好多的Laptop都內置了OLED螢幕 帶來更加豐富色彩和更高對比度的畫面 不過可惜的是 刷新率一直都未追上IPS面板 最近終於都有Laptop可以做到 講的是Razer最新推出的Blade 15 它將會成為第一款搭載240Hz OLED螢幕的Laptop 有1440p的解釋度 支援100% DCI-P3的色域 而作為電競Laptop 它更加內置了第12代Intel Core i9-12900H的處理器 RTX3070Ti顯示卡 1TB PCIe SSD 以及32GB DDR5 RAM 另外還配備了冷卻系統 而機身厚度控制在17mm以下 只是重2.1kg 在同級的電競Notebook來說 算是最輕薄的一款 售價$27,500 預計在今年的第四季發售 Apple在推出iPad Pro時 就曾經以Your next computer is not a computer作為標語 但事實上因為iPadOS的問題 就算部機配備了M1晶片 都未必可以完全取代電腦 不過有外媒就報道 Apple近日正式取得教鏈式鍵盤配件的專利 當iPad駁了這個鍵盤之後 介面就會變成Mac OS 雖然暫時都未知這款的鍵盤 是否真的會令到iPad好像Service 有齊電腦和平板模式 但如果Apple真的有心改一改iPad OS 令到它可以變得更加像Mac OS 對用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Apple近日宣佈為美國用戶提供零件、工具和維修指引 如果iPhone 12、13或SE3壞了就可以自己維修 不過有外媒就指出 自己維修分分鐘更貴過拿去Apple做 因為租這些工具的價錢每個星期要382元 就以iPhone 12 mini為例 如果要換電池的話 就算給本身的電Apple 正零件都要港幣370元 再加上工具的租金就要750元 但拿去Apple做的話都只是540元 便宜了200元之餘又不用那麼麻煩 Studio Display我們就評測了 看一些comments似乎不少朋友都覺得太貴 外國就有一個YouTuber因為覺得不值賣 他就索性自己買部差不多規格的27吋iMac 改裝成為Studio Display 首先他就將螢幕以外的部件 譬如喇叭、風扇和火牛等等都全部拿走 再將iMac拆到剩下Display Panel 然後在ebay買了一個HDMI的Adapter薄上去 令到它可以好像普通螢幕一樣 有HDMI及Type-C的撲口 而原本iMac內置的鏡頭亦都可以正常運作 但就沒有了P3色域 最後埋單計數 他總共用了港幣6500元 就完成了這部便宜版的Studio Display 價錢足足便宜了一半 不知道大家會否考慮自己下手做呢? 通訊事務管理局近日發出文件 批准公眾使用6GHz的頻譜 意味著支援這個頻譜的WiFi 6E產品 終於都可以推出市面了 現時主流的WiFi 6和WiFi 5 就只用到2.4GHz和5GHz兩個頻譜 而新的WiFi 6E就可以用到更高頻的6GHz 令Router可以額外使用14.80MHz的頻寬 和7.160MHz的頻寬 可以解決頻譜不夠用的問題 並且提供更快的連線速度和更低延遲 安心出行最近被發現內置了人面識別的功能 政府日前回應事前並不知情 他們解釋今次事件是因為開發商弄這個APP時 用了市面上常見的程式套件 但又沒有拿走涉及人面識別功能的程式碼 不過開發商強調安心出行並沒有啟動相關功能 而政府亦都已經要求他們 盡快移除人面識別功能的程式碼 被問會否聽取業界建議 公開安心出行的程式碼 當局並未有正面回應 只是強調APP安全 並且公開獨立審計報告和程式設計圖 今集的Price Weekly有差不多 你們最期待哪樣新產品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說下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Bye Bye